喇叭叭 沙灰麻木 麻苦辣 我说 我说 我听到这些消息 想到我做主公 外公也看得太多了 第一点我差不多说 第一点自己也看得到我 第二点四小子也看得到我 第三点传播又减了我看得到 四小子也减了我很多 所以说没办法 但是来说 我的 有两个医生判断说不好 有事物人还是什么 我感觉我们没有意义 我就他签下去 82岁的洪青海与80岁的林琼云 是花莲慈激医院第一批 签署医疗决定书的人 两人育有10个女儿 一个儿子 到医院签决定书的当天 洪青海夫妻带着双胞胎女儿到场 一家人态度轻松 畅谈对生死的想法 帮两人做咨询的急诊室主任赖佩芳 对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很健康 我说的是心态非常健康 那我觉得两个人可以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第一个是人生经历 第二个我觉得 因为他们有信仰 他们信仰是佛教 我想在这个教义里面 应该给了他们很多的思考跟反省 那他们应该也不害怕死后的世界 那他们也在医院里面当志工很久 所以他毕竟也看过的这么多 那这些事情这些经验一定会给他反省 他一定也很感谢说他到了八十几岁 他的思绪还很清楚 可以帮自己做决定 那场景其实就好像我们 现在预备要去买一间豪宅 或买一台豪华轿车 我们只是在决定款式 所以大家都聊得很开心 我们很多过程 其实他们写完的时候 你会看到医院人很开心拍照 或者是旁边陪同的家属拍照 他说我要传在我们的家族群族里面 要让他们其他的兄弟姐妹知道 因为平常他们本身早期的时候 都有在上课 其实都有听过上人讲过这些事情 还有师兄事件 所以最早期他们是有签了大体捐赠 其实我觉得这个比那个更厉害 对 对 所以他们就是一直都很开垮这样子 对 洪青海与林琼云每个礼拜 固定到环保站当志工 有空则到菜园巡视 享受退休后的悠闲生活 过去为养育十一名子女 夫妻两年轻时在菜市场里做过生意 也曾有大片余温养殖黄惊 经历过刻苦的日子 让夫妻两现在特别看得开 签下玉力医疗决定书 也是希望当作子女们的榜样 我说我会来笑 我妈妈怎么这样 我穿这个又会来笑 好了 哈哈 我女生是要帮她一跳 我感觉这是一个好事 嗯 这好事 为了替生命末期病人实现愿望 花莲慈基医院的医护人员成立新联旅行社 站着病人身体状况稳定时 规划圆梦活动 外出旅游 回家甚至是筹备使展 我们规划了她想要去哪边 我们要停留哪里 然后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休息 因为医师最了解病人她可能几个小时 或是几分钟 四十分钟可能就开始痛起来 那个点就需要休息停下来 这就是有点像是一个 那缓和大家这个紧张的情绪 就打一个新联旅行社出游 那次就是第一次 就是我刚才说的熊哥出游去 他本身是个肺癌的病人 那其实在我们照顾的过程当中 他说他其实人生已经很圆满 但是他觉得有个遗憾 就是说他没有带着老婆 小孩 再一次的出游 那他来 他其实本身不是花莲人 他来到花莲住了二十年 听说朋友 中横甚至和欢三米 其实很漂亮 云雾缭绕啊 感觉很舒服 可是可惜他一直没有带着小孩 带他一起过去 他只提出这样的想法 那我们就说 在他还算稳定的时候 我们带着他 能往高山去 我们就往高山去 要出动三台车 所有的有钱老师说都是 不管是机构自己指导药包 或是医师护理师 排自己的车 或是动用医院的一些 所谓的公务车 基本上甚至把他有钱 甚至我们会准备一些吃的 都没有在别人收拾 董先生他是一个非常 情感丰沛的人 那其实他得到这个癌症 六七年前就已经被得到默契 那时候有一个介入 但是他整个身体的状况 又允许回到正常的生活 所以他是回家 所以他就写了很多诗 那是他在最后的时候 其实渐渐消瘦 那人生也没有什么 他也很圆满的 那希望把他这个 这几年来的心路历程 写的一些诗 然后把他告诉大家 他这个一路以来的心情 还有这个机缘 然后把他的这些诗展出来 邀请他以前的主治医师 还有我们团队 还有他所有的好朋友 还有就是带着他的家人 他的太太小孩 看他爸爸这个生命的 人生这个末段的悔顾 然后让他们做一个准备 其实有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我们不是圆梦 只是让他增加这个生命的丰富度 好 谢了一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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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